难不成像公子这般 这般的白嫩吗 公子 说真的 怎么你的皮肤那么好啊 同样是男人 你的脸怎么这么白 跟白血似的 公子 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常年不见阳光才会这样 公子 只要你可以收下我 我保证 我会教你练武 让你学会武功 这样 你便可以强身健体 可以更像一个霸气的男人 谁说我不霸气 我只是皮肤白 我们家所有人皮肤都白 这是祖传的 你要是再胡说 就别想跟着我了 楚贤臣现在是真的郁闷 他生的高大威猛 有棱有角 是个纯爷们 他是皮肤白 但这并不影响他打仗 也不影响他将敌人的头 当成菜瓜切 公子 你的意思是 你准备收下我们了 我可没这么说 你先跟着我们 我先考考你再做决定 好 多谢公子 请公子放心 我们一定好好表现 保护好公子和夫人 蒙政 蒙子安 你们既然想追随我 那就先在我身边 当一名带刀护卫 等以后有机会 如果你们还想去军营闯荡的话 我也会替你们引荐 真的吗 公子认识军营的人 那真是太好了 是啊 公子 你可真是个大号人呢 对了 公子夫人 我们还不知道你们的尊姓打名呢 敢问你们是何方人士 姓氏名谁啊 我姓楚 我夫人姓云 我们是京城人士 好了 既然我家夫君已经收下你们了 那你们就跟我们一路吧 芳儿 你去收拾一辆马车出来 先让他们俩在上面休息 等他们身体完全好转 再做事也不迟 是 多谢夫人 这盲政武艺不错 兵术也背得很熟练 是个可造之才 只是他没有实战经验 只会纸上谈兵 不懂得变通 有年轻气盛 喜欢说大话 爱吹牛 这样的人必须得敲打敲打 错错他的锐气 磨练磨练才能用 只是我没想到 他竟然敢说认识你 他就不怕被揭穿吗 他可能是怕我不要他 才这么说吧 这么说的话 那还是有情可言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也早些休息吧 王妃 您已经有两天 没有吃东西了 为了肚子里的宝宝 您多多少少的 也吃一点吧 我不想吃 一点也吃不下 可是您怀有身孕呢 您不吃 这孩子还得进步啊 再这么下去 努婢怕饿坏了您的身体 会影响小狮子的健康 可是我真的吃不下 连她的父亲都不关心她 我关心 又有何用呢 王妃 您不是听黎王妃的话说要坚强吗 您不是说 就算王爷不管您 您也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吗 我也想照顾好自己 可是我没有力气 没有心情 门行 你听 隔壁好热闹 他们换生笑语 热闹闹闹 这么大喜的日子 我真想去看看 王妃 您还是不要去了 等下王爷和侧妃娘娘拜堂 我怕您看了会受不了 什么时候迎娶凑岁 还要拜堂了 这 因为苏长孝的父亲是苏明 他娘家后台大 再加上 这桩婚事是皇上同意的 所以王爷会和他拜堂 不仅如此 该有的取侧妃的规矩他都有 比如三枚六片 八台大将 一样不少 那就和娶我的时候差不多了 南星 给我装扮一下吧 我去前厅祝福一下他们 新郎新娘准备好 开始拜堂 依拜天地 赵王看着苏长孝 神情有些暮暮的 然后他看了刘香院的方向一眼 眼里闪过一丝怅然 然后他移回视线 准备拜堂 正在赵王要低下头的时候 外面突然传来燕王妃的声音 赵王妃 你怎么来了 王爷 妹妹怎么来了 你别怕 威尔 你怎么来了 这外头风大 你怎么不在屋子里休息 我的夫君要娶妻了 我作为他的妻子 当然应该来祝福他们 王爷 这么喜庆的日子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是王府的王妃 我们是一家人 你们成亲 怎么都要请我喝一杯水酒 接受我的祝福呀 你说是不是 威尔 我怕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才没有告诉你 没事 反正我已经来了 对了 你和苏姑娘真的很般配 你们一个俊俏帅气 一个美若天仙 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那我就敬一杯薄酒 祝你们 百年好喝 早生贵子 我干了紫杯 此后 秦书修记 画楼 云语无凭 威尔 夫君 我好怕 怕妹妹会生气 你别怕 有本王在 妹妹 谢谢你的祝福 谢谢你终于肯承认我的身份 你放心 以后我一定会和你一起 好好侍服夫君的 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应该多喝两杯 才算喜庆 威尔 你怀有身孕 不宜喝酒 你不要再喝了 没事 你放心 只是几杯小小的水酒 不会伤害到我们的孩子的 你放心 我很珍惜我们的孩子 比你还要珍惜 我喝完这最后一杯 就听 说着 赵王妃含着泪 将这一杯酒一饮而尽 赵王妃 你既然已经喝了酒 那就赶紧回去休息吧 免得影响新人的心情 苏夫人 我是来祝福他们的 又怎么会影响他们的心情呢 既然是祝福 那你就站在边上好好地看着吧 皇上亲自赐婚 安准长孝嫁给赵王 真是羡煞旁人 这样的福气 恐怕天底下没有几个人有 皇妃 您说是吗 是啊 你看这里不值得滑灯结彩 所以赞多目 新娘子好美丽 新郎也好鹦鹉 我是真的羡慕她 王妍 爱情 我